大家好,我是大伟 今天西安下雨了 本来计划打算去梅县看冰雾堂了 我感觉去不成了 然后就不打算去梅县了 还有两天就搬家了 今天是周日 我妈说过去全家吃个饭 我妈说她做点好的 伯伯 你奶奶好舍不得你去北京呀 今天她做了大鱼大肉 那咱们快点去吃吧 走,咱们走吧 这两天整理东西 因为家里的收货用品太多了 然后把一部分给弟弟那边 给他们家用了 然后现在把最后一点拿过去 已经凹了四五套了 这就是最后这点了 看看我妈做的这个鱼 今天给咱们是送别餐 把果果好多玩具都给可乐拿过来了 这么多 可乐 成个游乐园了是吗 酸菜鱼 我妈做的红烧肉 麻婆豆腐 妈 辛苦了 今天大肚干戈 今天还要吃了 今天一饭 再摸摸摸机会 没机会了 以后机会还多着呢 回来还要看清 对呀 什么时候想果果了 想我们了 然后就来北京一段时间 现在火车票特便宜 睡一晚上就到了 特方便 你今天下午就在这玩吧 爸爸妈妈回去收拾屋子 好不好 吃完饭回来 我们还得忙活 赶紧把这些收拾好的衣服拿去捐了 这些都是平时不太穿的 必须要拉一个平板车 手钉的话还拎不过去 全部搞定 感觉现在这个年代物资挺充沛的 每个人的衣服都挺多的 其实有些衣服买了以后 没穿两回 质量还是挺好的 就是感觉自己穿有点不合适 不怎么爱穿 扔了可惜 还有一些衣服是款式有点过时 但是它又没坏 所以就把它捐了 走吧 走了 你来拉着这个车 小区里面有一个立法的 用捐箱 我们前几次把一些果果的玩具 和不用的书也捐到这儿了 这还有幼儿园的书也用不上了 这个铅笔盒也是用不上了 这个小学老师说看车人用银袋 所以可以把它捐了 看看我们已经装了多少箱了 这儿已经有这么多箱子了 实际上还没装完呢 这也就是百分之五六十的行李 还有将近一半 咱们那个床上的备注啊 厨房还没装 估计装完了以后 就是半个屋子 搬一趟家 感觉也得花个一两千块钱的运费吧 这么多东西 看上去还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装起来把它麻整些 每个箱子就是 比那个杂乱的看起来就没那么占地了 行了赶紧装吧 还有不到两天就在坐火车走了 没时间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拜拜